各位觀眾大家好 這是臨時直播 因為我們看到是黎智英 還有另外五個人 稍後跟大家講幾個 獲十個國家十五位學者 提名2022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 這是天大笑話 馮Sir有甚麼看法 正正看到和平獎是一個政治工具 當然他們的和平 提名和平獎的標準 就是說他們是寧可 他們所說的所謂良心犯 都不予接受香港的國安法 他們第一個提名的應該是 斯洛登 因為斯洛登就是 違反了美國的國安法 披露了美國政府 違背了自己的諾言 和立國宗旨 但是他們不提名斯洛登 擺明這些就是大國博弈 凡美國的對美國有利的 他們就會支持 凡對美國不利的 他們就拋開所有標準 先說到這裡 沒錯 這一點我覺得很奇怪 那為何你說對於國安法那邊 真是他們所說的踐踏人權 我就不覺得是 每個國家安全 譬如我們知道老美 你的國安法是多得不用恨 有哪個國家是沒有這個國安法的呢 我相信都不會 就算有也是極少的 或者是意圖 或者是想立 香港是一個中國的地方 你立國安法很重要的 譬如我們看到諾貝爾和平獎 很多時候出現了很多笑話 你會看到這些所謂的和平獎 是西方操縱了 譬如之前有位劉先生 對 還有奧巴馬 對 簡直是政治 他都未做到和平 奧巴馬就來了 你拿到莫貝爾和平獎 奧巴馬多開心 我甚麼都未做 然後他被斯洛登爆出 原來他大規模涉聽 涉聽也不如拿和平獎 所以再看回聯署提名的美國的教授 根本就是出了名反華 反倒我們國家的人 這些人根本就是 借和平獎用來做政治操作 簡直是侮辱了和平獎 沒錯 這個其實是我們自己 觀察到整個諾貝爾和平獎 已經失去了他原生所有的意義 因為我們也知道 甚麼叫和平獎 譬如你說得蘭修女 金地那些 我覺得他是很應該的 因為他們真的為國家 為自己民族 甚至為一些弱小的人 去負擔了 去解決了他們的問題 這些時候我覺得 和平獎其實是不錯的 但現在近幾年的 所謂的諾貝爾和平獎 好像真的 剛才和鳳Sir所說 是一個政治上的 政治工具 是一個工具來的 最特別的一件事 每個違法的人 我們怎麼可能 給他一個和平獎 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基本上 例如黎珊 黃銅鶴 還有立場新聞記者 何桂南 律師周幸彤 還有最令我覺得奇怪的 就是由立法會議員 李卓仁 前立法會議員 前立法會議員 你搞什麼 李卓仁 他真的 我不要說他代多少 當年 在1989年的時候 他說把錢 拿到北京 那些錢去哪裡 我們真的覺得很奇怪 然後他的職工盟披露出來 過去這麼多年間 收到一段千萬計 美國人的錢 這些人就可以被提名和平獎 證明美國人很重視他 他是美國人的棋子 是我們香港人 是我們中國人之恥 這絕對是中國人之恥 還有有一件事我覺得很搞笑 他說要將2022年的和平獎 頒給香港的良心犯 這叫做良心犯 破壞自己國家叫做良心犯 你看黑暴的時候 打爛了東西 那叫做良心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那我們應該頒快獎 給美國美麗的風景線 沒錯 國會山莊 國會山莊 2021年1月6日那次 所以更加證明 我們現在下屆行政長官 唯一參選人是家超Sir 是正確的 因為我們需要一些 暴力出身 對國家安全有認識 堅決維護國家安全的人 去做特首 因為香港很明顯 在這次和平獎事件 再次證明 是大國不易之下的戰場 沒錯 還有什麼所謂的自由民主 其實你的自由民主 就是你可以說自由 我不可以說自由 這些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有侵犯你的自由 沒錯 顏色革命你的自由 你就不可以有披露 你不可以有披露我 大規模涉聽的自由 沒錯 所以這些我覺得很荒謬 這五位候選人 他就說 有學生 記者 政治家 勞工維權人士 商界領袖 這些完全不是 他只有一個身份 就是疑犯 現在還沒判刑 是嗎 我們只可以說他是疑犯 那這些疑犯 究竟有沒有資格拿呢 大家自己看 這裡我再補幾句 就是 好像當年梁正英先生 接受訪問的時候說 中國人來的 最有資格被提名 博貝爾和平獎的 是鄧小平先生 同意 因為他真的把我們國家 由貧窮落後 一手 可以富起來 這個是最大的和平 令大家填飽肚 和過上一個 比較開心 富足的生活 這個是最大的和平貢獻 完全同意 而且我覺得 譬如我們現在國家 正在做動態清理 救了多少人 是的 這個才是值得獲 諾貝爾和平獎 你不頒布這些 你是玩政治操弄 我覺得算吧 以前我覺得很尊敬 這個和平獎 現在覺得算了 我們看得通透了 是的 大國博弈之下 大家要清楚知道 沒錯 大國博弈之下 我們一定要了解 真正的事實在哪裡 好 今天時間到這裡為止 多謝各位 拜拜